《 》 我在電影的世界的時候 也是我的起步點 那時候我拍攝的角色 全部都是反派 古惑仔 也都是江湖片當道 他們覺得想我做這種 我的外形比較硬朗 很適合當事的江湖片 通常要不就是警察 要不就是古惑仔 開始就做啊做啊做啊 就隨便吧 坦白說 我都覺得他們算是挺疼我 意思是什麼呢 給東西你不是說很多 你們會記得起的話 證明那個角色也是有些東西存在 我可以說是 當時是做模特兒 那中間我拍攝的東西 全部都是叫人家拍什麼 有沒有夢想 沒有的 你都不知道將來是否做演員 直至到後期 當我真的不想再做模特兒 就是那個興趣呢 就放多一些在演戲的時候 也都是那時候 剛剛就不是太多 機會就慢慢離外而去 試過一個月沒有公開 兩個月沒有公開 三個月半年 就是這樣叫浮浮沉沉 可以說是一段日子 那我已經做了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比如說讀報紙啊 就是為了咬字啊 拿過那些viewcam的話 就錄著自己 就講對白啊 讀對白啊 演一場戲啊 然後拿鏡子 自己看著鏡子 在那裡演啊 練那些是練眼神的 那另外就錄 用機來錄自己的聲音 然後逐一做戲 然後聽回自己的聲音 還有那時候說 每一個星期 我看成三十五到四十部戲 不斷在那裡看 吸收很多不同的reference 開頭以為沒用的 直至到開始拍戲的話 遲些你就會發覺 當你某一些類似的場口 有很多不同的戲的reference 看過的東西 跟上下的畫面 就會出來了 但是當沒有機會去發揮 沒有機會去磨練的話 我就發覺 咦不是啊 我想哪個地方 可以不斷地做很多的話 是只有電視台 才有這樣的機會 也都是我叫我膽粗粗 不如不要了 進去試一下 其實我不是想著 在電視創出什麼名堂出來 而是想著去入一個少林寺 希望可以重新 再拿一些基本功回來 後來就見了珍姐 我見珍姐那時候 我還在拍《古惑仔2》 那時候還有個頭 那時候我不是好像 極速傳說 頭還是金色 但是我上來穿西裝 撿回絲襪一點 是有些不知怎樣的 直至到 在珍姐面前 好像說了兩句話 就掌握了他的 attention 就是為什麼 一個這麼古惑仔的人 但是說話這麼斯文 其實也都是叫我 這樣 這些 contrast 之後就叫我 開始進來了 慢慢就 由第一部醫生 那裡是 未想人心 其實我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基本上 就算你看到我 如果我為了他要承認的話 全程離開 就整天單手插袋 永遠都是 我不會做什麼 我只是做模特兒 我只是做一些姿勢而已 《妙手人心2》 其實我開頭 我的class的時候 我不是做過醫生的 我是做過警察的 直至我開工之後才發現 我做了醫生 是嗎? 我也不知道 OK,OK,Let's do it 那就開始了我的叫 跟阿斥建立了一個關係 其實阿斥是我一個 挺大的認識 他對我 在戲劇上的看法 是有所改變 一些比較 很自然的去說某些說話 而和一些很出力的說話 分別就是這樣 有一些我寧願比較生活一點 不要特別為了去做那個戲出來去做 而反過來 我要你自然流露 就是讓你好像平時說話 不太做戲 這些就叫做戲了 其實由我進來TVB開始 我就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機會 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還沒處理到的 但也就是這樣 當個角色很大 有時候某某程度上 他會逼我 將我的能力要再加大 希望可以去做到那個角色 然後再之後 又再大一點的角色 變成我又不夠力 又要再想辦法 怎樣令自己再好一點 其實有時候我是被人帶著來成長的 逼著逼著的話 你就會慢慢做開始的經驗 你的想法 你看的東西就會不一樣 譬如好像心戰一樣 最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有場戲 就是說家裡要煲湯 要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對方鏡頭的Panel 後面其實剛剛已經叫做殺了人 還要處理 這條絲都還沒處理完的 基本上 那裡有一些叫做比較黑暗的 不同的位置在這裡 另外譬如好像天雨地也是 我想有很多 場戲譬如好像食人 某一些東西 他又比較 又是深沉一些 還有又暗一些 其實心戰我反而是最有印象的 我覺得那時候還要同一時間 我要演五個不同的人的角色 在同一個酒吧裡面 我還要叫幾個演員 做一次給我看 我盡量去Portrait你 這樣去做法 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印象是特別深的 一直都覺得自己 挺適合演戲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很多不同的自己存在 而暗兒戲劇的世界 就可以把我的不同的性格上面 可以流露出來 把我的野性 放膽 天馬行空 動又有 靜又有 亂來又有 變成可以真正去嘗試和實踐 不要 拉到一揸 拉到一揸 A Drama 其實我們跟阿Joe 都幾 都幾 ratios 那種 vibe 跨世代絕對 加上監製 其實他已經那套戲 一早差不多六個月 九個月前已經approached我 跟我說這套戲 你要脫衣服 你要做些問題 要給足夠時間 我們去準備 另外本身那套戲 其實都 其實角色挺特別的 整套戲都很特別的 基本上 三個不同的角色 加上整個家庭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整套戲都很好的 坦白說 你看到他殺手 這套戲 其實我也挺佩服的 因為這個題材 要過關並不容易 還有我相信 他跟我某程度上有些一樣 他們想做一些 叫不要太過平凡的東西 還有不想做太過 想做一些 有爭議性 還有一些看頭 我經常都說 其實做這個行業 無論是演員 監製 片劇 我們是有一個責任 去帶領觀眾的視野 你就讓他們 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他都會有時站在你演員的角度 跟你一起去brainstorm 如何去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其實他跟阿漆方面 這方面有些相似的 基本上是 為娘親 奪金山 我無說代料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適合喜劇的 我比較簡單 有帶一點傻氣 但也都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比較天猛空 想一些東西比較亂來 不是受到很規條的之下 這些是對喜劇有時有一種衝擊在 絕世好吧 絕世好吧 就正正式式開始在這個電視裏面 看到我有一些的 叫做喜劇元素存在 那就慢慢開始 就慢慢再develop 其實喜劇是難的 因為為什麼呢 也都是 香港的喜劇 很多都比周星馳的方向 其實已經是 橫數了market share 去到八成的 然後其他那些 不是沒有 都有 但就不是說 那麼多中得那麼緊要 那自己都是 覺得 我不敢說 自己一套是適合個個 但也都是 我只可以說 有些東西一定要 令到我自己 是笑得出 我才會pass給你 你們才會再去看看 是否笑得出 那你好像公主駕道那些 其實都挺大膽的 我都很感謝小青姐 都給了我們一些空間 那麼 那場仔也在這裏 那浩然也在這裏 那麼反過來 不如 咦 有場仔在這裏已經好了 我有些想法 他有些想法 大家一起有些 叫喜劇感在這裏 那會撞得挺好 那麼就這樣出來之後 撞一下撞一下撞一下 那時小青姐也有問過 那他們的好一點 劇本的好一點 那導演那些都 buy我們那些 那反過來就給我們過 那些 因為都幾多一些 一些叫唱相網啊 某些其實劇本都沒有特別寫出來的 是靠我們自己真的讀出來的 我的 我的幽默感 你的幽默感 和她的幽默感 是會 crash的 那麼就站在演員那裏 那裏就可能好一點 等一下我只收了我的對白 我不會改你們那些 我最多在我的那裏著手 希望在短時間有限度的幅度之下 怎樣可以令到你 嗯 其實譬如好像在這次這個外面 那樣 我有一個 purpose的 就是 總之你們見到我 我會令到你笑 就是這麼簡單 那那是為了 好了 你抱著這個叫做 那麽 main 的 goal 之後 其他就會在你的劇本啊 一些世衛 某一些的話 不需要很多 不要特地 不要破壞那個劇本的創意 是一些叫做不等死的示威啊 美句啊 可能叫做些小小的東西出來 這部電影呢 我相信在開幕之前 其實監製已經在頭痛著了 因為當我和阿里亞走在一起的話 觀眾就有一個 expectation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同樣的結果 其實愛美麗 可能是說一個女生 她的愛情的憧憬啊 而令到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幻想的畫面啊 她對上司的傾務啊 對男朋友啊 或者對不同的東西呢 都是會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正正常常 很多的少女的夢想來的 她對愛情呢 永遠都會帶著一個 很浪漫的憧憬啊 但也都可能造成現實不符啊 想想到很美好 但現實之間 一盆冷水 根本就淋下來 全部都塞了 基本上 如果有男性 你說好像我那個角色的話 我就不如淋冷水的啦 因為我不相信愛情的 在裡面 但是見到她們 每個都這麼 見到她們 每個都這麼開心 那你都會 有時抱著一個好奇 說 到底愛情 是不是真的 這麼美好 這麼甜的呢 會形成了 這個 一個 一個慾望 而令到你可能對 嘗試一下 接觸愛情啊 也希望你再想她知道多一點 再想去 真的結立一個關係啊 差不多的東西啦 就算了 了 感谢观看